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简单的点脚究竟是如何让我们受益全身的? 一、长点脚身体会收获六大惊喜 一、锻炼肌肉力量 点脚有助于发展肥肠肌 比目鱼肌等小腿肌群的力量 拉长足底肌肉、韧带 一方面 这可以帮助提高人的平衡能力 预防跌倒 此外 也有助于增加人体站力、行走 跑跳时的耐受能力、强健体质 二、辅助保护心血管 点击脚尖时 双侧小腿后部肌肉会收缩挤压出血液 挤压的血量大致相当于心脏波动一次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更充足的氧气 此外 这种心脏的增强工作 也可以帮助提高心脏的耐力和效率 促进血液在整个循环系统中的流动 有助于防止血管堵塞 预防血润的发生 三、辅助控血糖 发表在期刊 A Science上的一项研究发现 多点脚 有助于让体内糖类支质代谢速度加倍 降低血糖大幅波动 减少胰岛素需求量 对辅助控糖 预防糖药病都有好处 四、辅助预防境外曲张 当我们点脚时 小腿和脚踝周围的肌肉 分别会收缩和放松 一方面 肌肉收缩会压迫附近的血管 将血液从下肢向上提升 此外 肌肉松弛时 血管放松也有助于血液流通 所以 点脚有助于改善下肢的血液循环 降低身患下肢 静脉曲张等血管病变的风险 五、辅助预防骨质疏松 点脚运动可以通过负重的方式 刺激骨头得到更多的机械硬力 从而促进骨骼增加矿物质沉积 使骨质更加密实 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 六、有助于缓解腰膝疼痛 腰膝疼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久坐 太长时间不运动 下半身的气血循环容易受到影响 从而导致腰部、膝部不适 而每天点脚是简单又有效的锻炼方式 一方面 它可以有效促进血液循环 让肌肉得到充足的氧气 改善腰息疲劳 此外 它还可以促进腰部肌肉 以及腰部脊椎之间 起到良好牵引功效 帮助缓解腰酸背痛 二、简单点脚有门道作对 才能全身受益 一、正确点脚的姿势快收好 一站着点 身体直立 两臂自然下垂 两脚微拢 慢慢点起脚 身体提升到最高时 保持平衡 动作略停两秒 然后轻轻落下脚跟 再快要接近地面时颠阻 让身体产生一个轻微的震动 专家提醒 脚后跟抬起落下的时候 要直上直下 使前脚掌均匀受力 若是力量偏一侧 亦使踝关节内外两侧受力不均匀 时间久了 可能会影响踝关节稳定 二、坐着点 让膝盖和大腿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用力点脚尖或勾脚尖 持续一至二秒后 再重复动作 此外也可将书本等物品放在大腿上 进行负重练习 自己把控合适的速度即可 三、躺着点 保持平躺姿势 两腿并拢伸直 脚尖勾起 然后再放松 可两脚一起坐 也可进行单脚练习 躺着勾脚尖 有成怀蹦运动 有助促进血液循环 消腿下肢肿胀 预防下肢静脉血栓形成 二、点脚时多加一步 好处翻背 一点脚加提肛 助通便防痔疮 站立点脚时 想像自己在人大便一样 采用腹式呼吸 急吸气时 小腹慢慢向外隆起 同时收缩肛门 让肛门不上提 呼气时缓慢放松肛门 如尿小便状 这样在锻炼腿部肌肉的同时 还能锻炼骨盆底肌肉 帮助通便 预防痔疮 二点脚加按摩板 帮助预防各种身体问题 身体有六条经络 从足部引出 三条阳经分别是足阳明卫经 足太阳 膀胱经和足少阳胆经 三条阴经分别是足太阴体经 足觉阴肝经和足少阴肾经 足部主要通过这六条经络 联系脏腹 按摩足部也就疏通了这六条经络 同时 中医已局部观全体 把脚看作是人体的全膝胚 上面充满了五脏六腑的信息 点脚对配合按摩板 就是对全身的按摩 特别适合这些人 水肿 水肿的人血液循环不好 足部腿部浮肿 按摩足底 扩张墨烧血管 促进血液流动 改善腿 足部的浮肿 手脚凉 含从脚下伸 通过按摩足底 让更多的气血流向足底 从而难起来 减肥 肝胆 脾胃 肠道 这一类消化系统 都有相应的反射区 通过按摩刺激 就会有效地调节肠胃功能 促进脂肪代谢 从而起到改善消化 减肥 速身的效果 容易疲劳 工作压力大 慢性疼痛 当身体足够放松 慢性疼痛也会减轻 绝经期的女性 更容易有阴虚的问题 不安 发热等 通过足底按摩 可以滋养肾经 让身体没那么糟 睡眠不好 很多时候 按着按着 就睡着了 如果配合泡脚 会更好 平日体质虚弱 人老脚先老 人壮拳平脚 按摩足底 平衡五脏六腹 渐渐把虚弱的气血调整好 脾胃不好 很多脾胃不好的人 脚底痛得不敢碰 坚持按摩之后 有人是这样反馈的 我一咬牙 使劲按了一会儿 肚子明显有感觉 舒服了不少 在后来 肚子不舒服时 在按脚底 都是有疼痛感 从无例外 容易生气 情绪不好 情绪不好 多是因为经络不通 让很多小事 也变成大事 积压在身体中 经络痛的人 想生气也难 足根痛 脚底爱奇皮 搓擦足底 可以很好缓解 久坐腰酸背痛之人 足够的颈椎 腰椎反射区被刺激到 进而改善 按摩之后 喝几口温水 如果不是睡前按摩 就多喝一点 加速将体内的毒素 及沉淀物排出体外 如果你的尿液 也会比以前黄了 是在往外拍的结果 三 点脚注意这四点 以免养身便伤身 一 注意把控点脚强度 过度运动的时候 怀关节长期处于高压下 可能会引发 怀关节韧带损伤 发炎 因此 点脚应该循序渐进 如果是初学者 建议从较低的强度开始 熟练了再增加强度 一般来说 每天早晚可以各做一回 初学者可以每回做 十次到十五次 每次间隔两秒左右 当持续做了一周后 可以适当增加点脚的次数 比如每回增加到二十次 二 避免饱餐后点脚 刚饱餐一顿以后 我们的肠胃中 储存着大量的食物 血液会不断流向肠胃 以帮助消化系统 吸收营养物质 因此 如果吃完饭以后 立马做起点脚运动 容易改变血液分布 增加肠道吸收 消化负担 引起消化不良 以及肠胃疼痛现象 所以建议至少在饭后一小时后 再进行点脚 三 这些人群尽量少做 身体不便的孕妇 血压高 骨质疏松患者 最好不要进行轻易进行点脚练习 一定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点赞是对我们最好的知识 谢谢大家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有些人对待外人总是彬彬有礼 脾气温和 有耐心 对待家人却会经常发脾气 稍微遇到一点烦心事 就会把气撒在家人身上 尽管也知道这样做不对 但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对亲人不耐烦 把最坏的脾气留给了家人 既伤害了家人 也伤害了自己 把最好的耐心留给家人 善待家人才是本事 对最熟悉 最亲近的家人 仍然保持尊重和耐心 不把坏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 才是一个人最高的情商 也是一个人最大的教养 时间久了 家人也会受到你的影响 会失去耐心 失去宽容 也会不满 也会生气 不满一点一点积累 就会影响到家人间的感情 会影响到家庭的和睦 影响到家庭的幸福 对家人和颜悦色 不仅是一种教养 更是一种从内而外的尊重 不对家人乱发脾气 才能保持家庭的和谐安宁 和谐的家庭 是每个人温暖的港湾 和谐的家庭不仅关乎事业的成败 还影响到个人的身体健康 在一个和谐的家庭里 家人心情愉悦 家和万事兴 不光会事业兴旺 身体也能健康 家人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最爱你的人 最关心你的人 能有缘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你一定要好好善待他们 你的善待会转化为满满的幸福 好好善待家人 也是善待自己 能够成为一家人 是千百年来才修来的缘分 多一些宽容 多一些尊重 家人才能相心相爱 和和气气 家庭才能幸福美满 你在家人面前什么样 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要想提高自己的教养 先要学会善待家人 梁启超曾说过 对待家人的态度 是你最真实的人品 善待家人 就是不给家人脸色看 敬老爱幼 珍惜彼此相处的时光 善待家人 最重要的是好好说话 和颜月色的好好说话 不单单是一个人教养的体现 更是由内而外的 对家人的尊重和包容 与家人相处 最不能缺少的就是理解 如果对方不理解 你就该想办法让他理解 而不是一味的抱怨和指责 抱怨和指责 反而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 有些事只有摊开了 说明白了 才能得到最好的解决 一个人最大的成功 不在于拥有多少金钱 不在于有怎样的名利 而在于有家有爱 在于家庭的幸福 人这一生最大的幸福 莫过于家庭的幸福 最为重要的理解 莫过于家人间的理解 最有价值的宽容 莫过于家人间的宽容 最有需要的忍让 莫过于家人间的忍让 最不容忽视的关心 是家人间的关心 一个在家人面前乱发脾气的人 也一定会对别人乱发脾气 一个在家人面前脾气不好的人 是一个没教养的人 对家人的付出 总是觉得理所当然的人 生活中也一定是一个 不知道感恩的人 人来人往 外人都是过客 只有家人才是长久的陪伴 别把自己最糟糕的一面 留给家人 善待家人 把你的爱 你的宽容 你的尊重 你的耐心 留给家人 才是你最明智的生活方式 人都是有血有肉的 存在喜怒哀乐 那会没有任何脾气 很多时候 骂几句就算了 怒气就消了 有的时候 骂了不解气 还要动手打几下 还气冲冲好几天 农村有句话 很多人不是病死的 是气死的 说起了好笑 但确实是这样的 很多人总是生气 导致身心不健康 身体都气出了病 家和万事兴 总是生气的人 会导致家庭不和睦 把情绪波及到身边的人 如果夫妻都生气 那就是把夫妻感情都闹没了 一个家庭不和谐 事业就会垮台 只有夫妻同心 才能黄土变金 你天天怒气冲冲 带着情绪去创业 好运气都被吓跑了 真正的好家庭 是福畅福随 两个人欢欢喜喜去做事 都很舒心 互相帮助一下 什么事都可以做成功 并且夫妻一起去和别人谈合作 别人看到你的好家风也会加分 合作更容易成功 如果你带着怒气去找别人 恐怕别人要躲着你 别说合作的事情 创业的时候很难 也需要憋一口气 如果可以夫妻唱戏 两人协作一下 就容易互相弥补不足 一个人的眼界和思维 不可能面面俱到 家里面的人一起思考 就三个臭鼻酱 顶个诸葛亮 智慧就形成了 家庭不和睦 好端端的事业就会垮台 看到别人闹离婚吧 因为婚姻垮了 导致财富被一分为二 或者被分成很多份 结果因为财力的减半 导致一个人的实力不够 好端端的事业也做不起来了 资金周转陷入困境 多年前交往了一个朋友 因为她有了婚爱的爱情 导致婚姻破裂 她原本的一个鞋厂 做得很红火 也赚了很多钱 但离婚的时候 财产分开成了三份 一份给前妻 一份给孩子 一份给她自己 但她拿到的那一份 都是以设备为主 有了设备 但出现了周转困难 很快就做不起了 不得不变卖了所有的东西 重新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她的事业 如果要继续东山再起 估计困难很大 一个人只是几十年的寿命 反反复复折腾几次 就疲惫了 就老了 越来越力不从心 别以为自己总是年轻小伙子 要是家庭散了 你做什么都会有更大的阻力 导致人生不顺 男人最大的成功 是有一个好女人 很多人都说 一个人的家庭的风水是女人 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 一个好女人 是男人背后的后盾 当男人迷茫的时候 女人是方向 虽然唠唠叨叨 但总说的有道理 男人没钱的时候 女人是财富 她也可以努力赚钱 养家糊口 男人生病了 女人就是最好的保姆 就是请几个保姆 都不如好女人陪伴你 在男人春风得意的时候 觉得没有女人 也没有关系 都可以自己成长 但是 离开了女人 都知道 女人很重要 是你的左膀右臂 失去了 才知道是最好的 很多男人 都会这样醒悟 那么 如何才能做到 家庭和睦 成就 更大的事业呢 首先应该 夫妻互相理解 有什么事情多沟通 达成共识 就是遇到了不理解的事情 即将开始吵架的时候 马上忍一忍 冷静一下 就会让生气的想法 淡下来 然后是孝顺父母 这样的做法 让父母更加支持 你的事业 也会得到很多 好的建议 甚至能够 父母拿出一些钱 支持你 其次是 善待兄弟姐妹 别以为兄弟姐妹 各自有家庭了 就互不相干了 其实错了 大家的关系 是打断骨头 连着筋 大家都有一样的血脉 你最苦的时候 他们会同情你 帮助你 最后是注重保持 家庭成员之间的距离 别过分依赖家里的谁 而是每个人 都要学会独立 独当一面 这样的家庭 一旦形成合力 才更加强大 是强强联手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总要学会迁就 男人在外拼搏很累 女人多理解 多支持 女人在家 操持很累很烦 要男人多关爱 父母为了儿女不容易 姥姥要陪伴 起码隔三差五 一个电话问候 兄弟姐妹多走动 别冷落了 家和万事兴 家庭不和睦 事业不旺盛 谁都别自以为是 创业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你如果忽视了 家庭的因素 事业也会崩塌 创业何喜难 别因家庭不和毁于一旦 网上说 每个人好像都会有这么一段时光 生活糟糕透顶 一个人孤立无援 收到的都是坏消息 周围都是死胡同 天那么黑 心那么累 总感觉下一秒自己就要倒地不起 仿佛除了去死 别无出路 人生是苦 当你真正开始体会到生活的真谛 那么这就是现实 人生路上 你有你的心酸 我有我的艰辛 每个人都习惯于 把最好的一面留给别人 人前风光 人后凄凉 最绝望的时候 往往都不再想要看到 明天升起的朝阳 只是人的潜力 往往超乎了自己的想象 因为心中总有一盏明灯在指引着 那就是我要过上理想中的生活 熬过去不是大张旗鼓 不是轰轰烈烈 只是每天醒来 都不忘告诫自己 会过去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然后踏踏实实地做好每天的事 并且努力到无能为力 中庸里说 君子之道 譬如行远避自尔 譬如登高避自卑 意思是说 君子出师的道理 就好比走极远的路 要从最近的地方出发 就好比攀登高峰 要从最低处起步 曾经以为跨过去的看 曾经以为的念念不忘 伴随着长长的时光 恍惚之间也就这么走过来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聆听 期待你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情园